先给大家看两张我在现场拍的剧照 然后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几天的拍摄情况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继续来聊我们的Redcard的拍摄过程 和我的一些感悟 包括我学到的些什么东西 今天我们是第七天的刚刚开始 现在刚刚我想现在所有的演员和组员 正在路上去拍摄的现场 我不用onside 因为我有些别的事情在这边工作 然后我就分享一下这么多天 包括前期到现在来说 我从导演 从一些组员这边学到的些什么东西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个组和特别是导演 因为我觉得一个组的灵魂还是导演 因为导演的拍摄风格不一样的话 整个拍摄的方式 所有的production都是为他的这种拍摄的工作而去服务的 比如说他场景 就是location不多 他是为了低预算的考虑 然后同时故事也就是围绕着一个低的预算来做 我的location就是那么一个两个 所以的话我们首先第一个location选的特别棒 那这样的话就符合我们的故事 同时又能得到非常巧妙的一些场景 而且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变成非常丰富的一个场景 而不用花太多的美术方面的钱 这是location选择 另外的话一个是演员的选择 那这个之前我的视频里面也有就是audition的一个相关的视频 那我在这个时候我想分享的就是 他这个片子的话就是演员特别重要 因为只要演员选对了 那后面的事情就非常的顺利 反而就演员也在不断的给导演一些新的idea 或者说一些他的即兴的发挥 因为导演的拍法的话 就是比较那个不是抓细节 不是去抠细节 但是他把主要的东西他把握住了 比如说我这个故事的主题 我故事的发展的每个节点 每个beat最终的结果他把握住了 然后那些细节的话 他就让演员去发挥 所以的话演员找对了 那这个演员就是这个角色 那就OK了 那他就知道他应该怎么去演怎么去说 甚至因为导演他是不懂中文的 含义的嘛 一般的人会觉得一个导演不懂演员说了什么 那怎么可能 但是我在现场和包括每天都会跟导演交流 那这真的就是他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他非常清楚跟演员已经沟通过这个故事是怎么发展 然后你这个人物是什么样的设定 他就放下把剩下的就交给演员 演员他的台词我觉得会比一个不懂这个语言的人写的台词会更加的自然和 就我觉得自然就代表了很多 第三点的话就是他这个导演给我的启发就是 你这个团队的合作嘛 那我们找就location少一点啊 然后我们就拍我们就组员就很少 比如说我们组员就一共最多的时候也才10个人左右吧 最多11个包括一些PA 那纯粹在简单在最开始第一天我们主要还是8个人 所以我们的摄影组呢才两个人开始 后来我们交了一个camera PA来帮助他 所以灯光摄影拍摄啊掌机都是他们两个 但他们两个非常棒 导演说他们俩的动作啊 怎么就像一个双胞胎一样 因为他跟其中任何一个人一说他的想法 那两个人啪啪动作都一样啪 很久把相机啊就把一些想法就告诉他的啊 我们从我们是这样拍那样拍啊 这个角度怎么样 那因为没有了专门的打光 主要是靠自然光一些用一些简单的辅助光的话 那省去了很多时间 所以我们拍摄的时间也比较充足 所以他的就整个制作的拍摄的过程就不是那种特别着急 或者很多等待等待灯光啊之类的 反正是更多的时间给演员去尝试和酝酿这种啊 去去找你找到你的这个感觉 然后导演再稍微说一下指导一下 那这个整个啊 每天因为导演回来都会给我看每天拍的footage 然后他并且把它给剪到一起 我我都能看到每一天sofar的那个结果啊 看着真的很兴奋 就非常期待 今天就分享到这么多 谢谢大家 拜拜